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说的实在是太多了 甚至一时间不知道从何说起 那么就让我们先从我个人最爱的一首《樱花树下》聊起吧 作词人林若宁说 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著名的动画电影《秒速五厘米》 而在《秒速五厘米》中 男女主角就是女主角家门口的老樱花树下一吻定情 后来因为男主角转学 两人只能书信联系 但由于现实与人生的压力 两人的通信越来越少 慢慢地中断 这是《樱花树下》最后一段歌词 描写的就是《秒速五厘米》里面的结尾 长大后的男主角与女主角都已经过上了各自的生活 两人恰巧在同一个电车的道口上相遇 再次擦肩而过 此时男主角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回头 看着女主角也停在了那里 可惜的是 电车刚好经过 挡住了二人的视线 就像小时候 女主角微笑着说 约定明年在一起看樱花的时候 也被火车相隔了一样 等电车过去的时候 女主角已经不见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秒速五厘米》里面那句经典的台词 如果樱花掉落的速度是每秒五厘米 那么两颗星需要多久才能靠近 我要用什么样的速度才能与你相遇 很庆幸我们都刚刚好的 在《落音缤纷》中遇见了张静萱 一起先来听一听这首《樱花树下》 《落音缤纷》中遇见了张静萱 《落音》中遇见了张静萱 《落音》中遇见了张静萱 《落音缘》中遇见了张静萱 曾分开 曾相爱 等待 花蕊又跌下来 才懂得这时恋爱 未有过的爱情 但有种温馨 归家那单车小径 沿路试听你的歌声 没法再三傾听 你的感动的情 为是错的一番友情 无奈已经不可纠正 太过坚正 还记得樱花正开 还未懂跟你时爱 初春来时彼此迷着眼 渴望未来 人自身这大时代 投入几番竞技彩 曾分开 曾相爱 等待 因你未爱的爱 未说悲不悲哀 秒钟之间变改 小小世界 缺乱也许走不过 擦射的街 少女亦 碎年尖掌 走得多么快 如有天 樱花在开 期望可跟你时爱 当天愿与缺乱 碎年尖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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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愿临 碎年尖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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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愿与缺乱 碎年尖掌 碎年尖掌 其实我那么喜欢樱花树下 不仅仅是因为秒速五厘米的故事 也是因为在张生的歌声中 一字一句都总能够让我回想起中学时代的记忆 毕竟这已经是08年的歌了 怀念美好高中两年 期望你的青春不变 十六七岁 遇见你 每天能在软绵绵的床上起来 是因为希望能够快点坐着公车 到学校看到你 在上学的小巷子里 总会期待你突然悄悄地出现在我后面 戳我一下 这好像是我每天最期待的惊喜 明明一条路 我可以用八分钟的时间走完 但是因为有你 我希望走得慢点 再慢点 只要不迟到 不被记名 未有过的爱情 但有种温馨 下课了 装水 上厕所 会特意路过你的班级 在走廊上遇到你 但是却又不敢打招呼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默契吧 所有没开口的话 都早已藏在每一块巧克力 每一杯奶茶和每一首歌中 直到现在 每每听到樱花树下 都还是会让我心头一动 与至于在大学里一门名为运输经济学的课程要做展示的时候 我又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电车的话题 并且骄傲地在全班面前展示 樱花树下中乘电车跨过大海的歌词 然后说出了张生的名字 而每当三月四月樱花盛开的季节 也都会让我想起这首歌 街道 园区 河边 到处留在少头的粉花 就像我们的年少往事般 含苞待放 其中有一朵 也是张生自己的往事 因为他说 樱花树下是他唱给以前的老香港听的 张生是一个非常爱怀念的人 尤其对于香港这个他热爱的城市 现在 张生在香港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 拿奖也是拿到手软 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曾经的归家小镜已经拆卸改造一新 当天的园林也换上了满地青苔 香港 他成长得很快 张生就是想借着这首歌 希望能回到以前樱花盛开的地方 对那个曾经陪伴过自己的香港 道一声感谢 好了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张生的《尘埃落定》 如字文未能容许亦发預算不理 不要再说喜欢你 如你已仍然填闻梦境 尘埃缥缬间早已落地 从出生当天角色早已离成 只看合战缩影 维持着熟悉表情 陌生关系不要变 只等到红白意识 一场偶遇才会面 现实前被逼安分才 皆掉了蜜蜀挂念 总算立地顶天 无爱可想得不到 相恋别说失恋 只等到天国近相见 只知道被你更爱 你这种爱无分寸 太欲骂泪物类人缘因了断 祝福你天天一生 都得一句那么短 无名的卡你快乐不别斗着 无权去把竟要你的心 空气增加你 即使有话想过 已经 总认识过的字 永远 曾过闻了别麻木自离 曾过于暗室总会堕地 如中闻钉失望的数量过程 朝生意可不可思 维持着熟悉表情 陌生关系不要变 只等到红白意识 一场流雨才会灭 现实前被逼安分才 皆掉了蜜蜀挂念 总算落地顶天 无爱可失得不到 相恋别说失恋 只感到天国近年相随 只知道被你更爱 在你这种爱无分寸 太容华女物类人 愿应了断 祝福你半天 一生保得一倍打磨断 无名已及你快乐 不必斗着 无权去把竟要你的心 空气增加你 想实有可想 那下我也曾曾经轻便说 无爱可失得不到 相恋别说失恋 只感到天国近年相随 只知道被你更爱 在你这种爱无分寸 太容华女物类人 愿应要断 祝福你半天 一生都得一对那么短 无名已及你快乐 不必斗着 无权去把竟要你的心 空气增加你 即使又幻想过 你已经将识我的字永远 想说句一切算了 你听不到又怎算 想实也无可失这下 我也曾扎了 温暖 我们刚刚说了 张生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练就的人 他曾经住的地方叫做飞利谢 就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 而事实上 张生后来特意唱了一首歌来纪念 名为飞利谢少年 这个歌名像极了石铁生的我与地毯 道出了建筑和人的关系 张生自己在专辑里和我们说 我的新歌飞利谢少年 就像一封有我的旧尾写给我的信一样 就像是我写给年轻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一封信 歌名当中的少年 指的就是多年来住过这个别墅的每一位住客 我想如果这所别墅真的是人的话 他应该已经九十多岁了 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 看着住客来往匆匆 他就像一个早已看透事情的老人 而这首歌尝试踏入他的世界 向过往的每一位住客说声好 并且送上祝福 让人离别不止剩下不舍 听着张静轩娓娓道来的吟唱 我突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谢安琪的《喜贴街》 是一首关怀社会 承载集体记忆的佳作 但很少有人知道张生也有很多 一如《非力谢少年的歌》 也都蕴含着深深的人文情怀 其实旧居也好 花园也罢 都是情绪和记忆的载体 独物私人便是如此 就像是汤贤祖的牡丹亭 游园便是为了惊梦 歌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 留在我记忆深处 结果开花 我想大概每个人的记忆地图中 都会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吧 而每每听到张生唱着问出那句 游过花园那少年 最近你好吗 我都会想起当年曾梦想 仗剑走天涯的那个少年 当年在风花雪月中 不断神游的那个少年 好了 一起来听一听这首 《非力谢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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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爱我 何况别让我知 游过花园那少年 最近你好吗 已抢换一个发爱 傻笑看落下 都记住那位天下 那份跑车 牵过那笔马 连月或过的伤疤 留下多少变化 无需怕 用每人口气 如力要你幸福 不必跌下 就算人来人往 不忘记曾陪你 寒冬秋分好几个钟下 寒冬秋分好几个钟下 曾被抚摸的一转一马 其实我会那么喜欢张生 不仅是因为他完美的唱功 也不只是他的感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他的善良 2015年1月1日 张生凭借一首青春常驻 在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 获奖无数 次日 新闻却传来TVB配音员 林宝泉先生离世的噩耗 他就是陪伴我们 三十多年的叮当 和张生一样 在粤语地区长大的8090后 都对这个叮当再熟悉不过 每当放学回家 守在电视机前面 听到的就是他的声音 当时的叮当 也就是后来改名的哆啦A梦 而大熊还是那个大熊 依然考试不及格 常被欺负 永远有叮当在身边 用法宝帮助他 于是我们总会有错觉 卡通片里的人一直长不大 他们每天过着安乐的小日子 纵使剧情几乎天天一样 可是他们永远不会老去 《青春常驻》中第一句话就是 叮当可否不要老 在人人都以为 这只是个比喻剧的时候 叮当配音员林宝泉先生 却真的离开了人世 张生知道这个消息后 忍不住落泪悼念 随后不久就收到一份 专门为宝泉书创作的纪念曲词 张生非常喜欢 但他却觉得不能在当下推出 他说 我不想在当事人离开不久 便推出这首歌 仿佛在消费别人的伤感一样 于是特意留起 在保全书离开大家 差不多一年之后 以缅怀的心情去发表 于是距离2016年1月2号 快要一年的时候 张生将这首为保全书 创作的作品 收录在2015年年底的 全新EP《Felix》中 以表达对林宝泉先生的挂念 其实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 他曾经特意为 抑郁症群体创作了一首《锦》 又为幕后人员 创作过一首《罗宾》 如果你对于张生的印象 还停留在当初那个 唱着断点的张静轩 希望听过这期节目的你 能够认识一个全新的张生 一个在樱花树下 迎送青春记忆 歌唱人情冷暖的少年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 张静轩的《青春常驻》 判我掌控 判我掌控 声似可否不要路 判我征途 孩子 即使阻止真相那味道 却想完美都 去违抗定数 偶像全部也不倒 怕嘛以后也安好 最好我在意的 任何面容都 不会老 为何再由道理 再由患虑 突然便流去 谈好一个事情 可以对现时 你又已安睡 祈求救人万岁 救情万岁 别随便流去 时光转过坏人偏强 决绝如去 停留内舍也不去 方方可否不要路 再领封数 价价可否不要路 令创伤心高 人生 放光忽忽走到这段路 也只能靠你 去提我命路 那段愿越有多好 怎么以后碰不到 那伤二百八的 就遇在无声 的空数 为何再由当理 再由患虑 突然便流去 谈好一个事情 可以对现时 你又已安睡 祈求救人万岁 救情万岁 别随便流去 时光这个坏人 偏强冷酷如去 离场万声也不去 为何再由当理 为何再由当理 再由患虑 突然便流去 谈好一个事情 可以对现时 你又已安睡 祈求救人万岁 救情万岁 别随便流去 时光这个坏人 偏强冷酷如去 离场万声也不去 Zither Har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但我青春都不多 也不是说 像这种前方 脑海已经不停播 别出手相错 无论再添附错 当日仲好友至亲 需要一个替身 通通罩我如如勇陪陈 难离消再戒困 不便会争 习惯一个人 心底那一个女人 难道又会空一想作人 去为我戒困 要做好男人 成全我 你别问 心后悔上识的当错 不懂数说是我 未拍拖 未拍拖 将个心虑的错 个格空不可 未恒好情歌 你都已经静静下个 成帝的灾祸 难道说得清楚 当日仲好友至亲 需要一个替身 通通罩我如勇陪陈 难离消再戒困 不便会真 习惯一个人 心底那一个女人 难道又会空一想作人 去为我戒困 谁有悔悲哼的一闻 慷慨或大点分分 担心都可以更自信的做人 又去没有身份 想亲生爱更开心 偏偏脱脱都没有吸引 怎么每一个女人 都被天使化身 假装关外几十八年吗 看似深深送人 多谢缘分 全眼爱别人 心底那一个女人 完全就只一个华人 将有些残忍 哈喽各位在电播前等待的 天使小宝贝们 这里是陪你度过一段 浪漫时光的微勾档 专栏节目 每周我们会在这里为你送上 不同音乐人的音乐 和一些小故事 也许这些小故事 让你感同身受 也许让你回味良久 也许让你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里陪你想念 也陪你展望 如果节目内容 你还喜欢的话 请动动小指头 收藏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平台 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些欠缺 赶紧评论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建议 和你喜欢的内容 我们会努力改进 力求让你爱上 欢迎回来 今年的6月14日到19日 香港乐坛发生了一件 了不得的大事 被媒体们形容为 港月月迷的六天年假 那就是张生在宏馆 连开六场的 2018 Inside Out 降两度演唱会了 如果你对张生的唱功 还不太清楚 那么看完这几场 演唱会的视频 就会知道 他Life王的称号 是怎么来的了 所以我想把 接下来的时间 都交给这几页的 演唱会 而我第一首 想和大家聊的就是 张生在宏馆演唱的 《预言书》 这首歌的合唱者 Toby是张静萱的 一个小歌迷 但是年纪轻轻 就身患骨癌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热爱音乐的他 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和偶像 张静萱合作 于是 Toby的父母 到处托人 联系张静萱 终于联系上了张生 结果两人一见如故 张生被Toby 对音乐和生命的热情打动 他工作完 有空的时候 都会到医院去探望他 但Toby的病情逐渐恶化 为录制合唱歌曲 Toby靠着打马飞止痛 才到了录音室 遗憾的是 最后Toby 还是没有战胜病魔 而为了实现Toby的心愿 张生在宏馆舞台上 和远在天堂的Toby 隔空合唱了这首 《预言书》 他向所有人介绍了Toby 唱到一半的时候 还崩溃痛哭 跪倒在台上 除了这首充满故事的预言书 张生还现场演绎了 不土不快 尘埃落定 等等难度很高 一般怕车祸 而不会在演唱会上表演的曲目 而台下观众的尖叫和泪目 也成了最好的回应 有人开玩笑说 这次演唱会 其实是两个歌手一起开的 一个是张静萱 一个是新人降两度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梗 因为之前有网友发现 把很多女歌手的key降两度 感觉就是张静萱在唱歌 所以顺着这个梗 张生竟然真的在演唱会上 女装上阵 时不时搔手弄姿 热歌近舞 让人不禁感叹 超有女人味啊 甚至张生本人还开玩笑说 要作为新人降两度 去参加今年最佳女歌手的评比呢 好了 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降两度小姐演唱的 《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除了将两度小姐的出现 这几晚的演唱会看点 还在于每晚嘉宾的爆炸惊喜 容祖儿 陈慧玲 杨千华等天后悉数登场 但是最最让人喜极而泣的 莫过于引发宏馆地震的Boyssey了 如果你知道Boyssey 那你或许会怀疑 连jeans都红不过的Boyssey 何德何能可以让全场疯狂 如果你不知道Boyssey 那你会更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中原因就在于 二人组合Boyssey有一位成员 是关志斌 对关生不熟悉的人 可以去搜一搜他的照片 他的演真的是老天赏饭时啊 好像是浪花末端的泡沫里飞出的萤火 美得充满了治愈力 让我们回到6月17号那晚 三人唱完了Boyssey的经典曲目 死心不改 Boyssey的成员之一张志恒 刚开声跟观众打招呼 就被如雷的掌声和尖叫声淹没了 昌静轩死住不怕开水烫的说 他开声你们就尖叫成这样 那他呢 被张声指着的关志斌 就趁势打招呼 大家好 一句问好还没说完 全场毫不矜持的粉丝们 估计就把有声以来最高分贝贡献了出来 导致现场完全都听不到关神的声音了 地震之尖叫 简直是太可怕了 微博上有人写到说 光是看到他俩站在一起 就觉得激动得不得了 更别说是在宏观舞台上啊 这简直就是有声之年系列 仅仅看当事人的插课打混 还有一路追随的粉丝的语无伦次 相信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 张声和观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按张静轩的话来说 就是 关志斌是他的亲密好友 是Soulmate 我们上面刚刚提到的那首 预言书当初就是张声写给观声唱的 并且还和张声自己的笑望书所呼应 那么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Boy Z演唱的这首 死心不改 稍后再来讲述这段故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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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cockla.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张生和关生的故事开始在2003年 从广州独自来香港发展的张静轩 性格斯文 身怀绝技 无奈来自异乡又长得像东南亚人 所以无人赏识 在香港过得是战战兢兢 同样是新人的BoyZ则靠着姐姐们 Things的大树和两张想恨都恨不起来的俊脸 即便身无一招两世 却也一路畅通无阻 深受港女的喜爱 这看似不搭的两组艺人 不知为何某天双方的粉丝都掐起架来 而张静轩被一边倒的骂得很惨 心底很好的关志冰 通过私人邮件向张声表示歉意 希望他不要将粉丝的话放在心上 自知自己并不红的张声 本来就没将粉丝掐架的事放在心上 看到关声的问候 反而心灵意暖 因为关声迈出了这一步 张声也就礼尚往来 久而久之 两人就熟络了起来 然后彼此发现 对方身上都有着自己很欣赏的才华 于是渐渐地 他们就成了密友 在张声面对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喘不过气时 关声这个好友的出现 很好地缓解了他的焦虑和压抑 听说张声还喝了不少 关声妈妈包的老火亮汤 不是兄弟 甚死兄弟 到后来 关声从Boise单飞时 别人妖哥一向推脱的张声 立刻为关声量身定做了那首 预言书 再后来啊 香港娱乐记者就根据偷拍他们俩 私下平凡相聚的照片 传出了两人同性恋情的绯闻 这之后 虽然二人都有出面澄清过 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觉得 这两个人太过般配 这条绯闻一直没有消散的念头 关声在一次访谈里说过 我其实无所谓啦 但是他事业在上升期 怕这些影响到他 张声则在采访中说 他是我的好朋友 不需要写事这么多 至于我的性取向 到结婚那日自有答案 虽然当事人都予以否认 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希望 他们俩真的能够在一起 在视频里面看到两个人 同框时的笑容 真的可以说惊艳了时光 般配有温柔 只是这个希望就如张声所言 要到他结婚的那一天 才能揭晓了 不管最后的身份是什么 我都觉得这两人 是最适合陪伴彼此 在生活中走下去的人选了 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张声的《灵魂相韵》 《灵魂相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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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转得太深 已经全面开痕 已经爱得时空相韵 一起缺崩 二把全部松沉 深深一问已成为约人 传在宇宙亦论陷恨忘怀 爱把距离和时神经吞 真 多么的清楚我内心 看我这一点傻里 语言全途勞了 表情如何延伸 誓已赞他某种缘分 我的差 我的差 知否此刻一对灵魂 冲伤燃烈 沉碧百年来和你相忍 在不离古如今 在不辨复的感 在生在死 重复的等 等到这身 再多半生余温 几番波折 藏内斗争 爱到信念被烟雨囚禁 碰到你时便灵欲重生 差 到我的清楚我内心 看我这一点傻里 语言忘了 表情如何延伸 誓已赞他某种缘分 我的罪差 知否此刻一对灵魂 中相应了 无据困难 重重和你怯 现来成全今生 差 相拥的骨子借肉身 我痛哭于你怀内 依然无重离弃 感情如同探心 真过世界独装 明发我的罪差 知否此刻这对灵魂 契约他杀 也ất良 盼盼 过去我 都尊潑 2少年 gestures 擦 感情传得最火热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丹美文学 在整个中国都很流行 也不知道是张生 还是关生的粉 写过一篇同人 在粉丝圈里非常火 那篇同文里 将两人的感情故事 写得动人新鲜 有一个桥段 是关志斌与张志恒 在放廊打架 只因一怒为蓝颜之类的 没想到张静萱 在这次的演唱会 竟然主动提起了 这个梗 当着全场的人问boyz 那这么久没见了 我有些私人恩怨 今天一定要解决 就是我在网上 看过一篇文章 说你俩在沙龙里 为了我大打出手 是真的吗 说完还非常得意地笑了笑 关志斌说 你想多了张先生 张静萱不甘心地追问 我想知道经过是怎样的 你们真的打架了 关生显然不想如张生怨 说 哎 其实我俩整天都打架了啦 Manny其实还会特地打电话来 叮嘱说 你们打架就打架 千万不要打到脸啊 然后在这次演唱会的围场 boyz又再次被张生 拉上场作嘉宾 当三人再一次唱响那首 《死心不改》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则都已经心领神会 为台上的三人笑着哭了 其实要说张生的感情绯闻 不得不提的还有王愿之 但是二人也都有否认过 并且王愿之已经嫁为人妇 在他和张生一起开的演唱会上 二人用改动歌词的方式 说出了对方对于自己的意义 那便是最好的Soulmate 所以回头看着张生和观生的事迹通台 我还是一厢情愿地觉得 他们俩更般配一点啦 话说回张生 他身为广州人 却执意去香港歌坛发展 到今年的这几晚演唱会 就已经足够证明了他努力的成果 他的演出作无虚席 尖叫不断 他的歌唱资思入扣 Live稳定 在我的心中 张静萱这个名字 早已经代表了年轻一代的香港乐坛 当我在视频里看到 今年Inside Out演唱会上 Uncle部分全体摇着手机灯 大合唱樱花树下 现场粉红色的灯光 配上漫天的花瓣 真的有一种 才洞悉这是恋爱的感觉 本期节目的最后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张生演唱的春秋 我很幸运 遇见了如此浪漫的张静萱 也由衷地希望这个少年 青春常驻 我是Sally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我若能堪情伟大 在难孩照样开玩 如令你发现 为你已活到失败 令人不安 我品性坏 我若有为你 想准备 到世人痛苦 心悔得极可耻 心伤得何身意 那一线眼泪 献大痴 太无疑伤 若知各者叫痛苦 未免过分容易 我若有为你 我若有为你 感谢一生 怎会有心事 我若有为你 开过分 我若静静 诗诗 别悔痴 从秋只准再要事 如果爱你 嫌疑 这万类无从安置 我若有运气 放大知识 的失忆 更若有道理 再遮人 你得到真爱 製造恒意 想心酸 还可以 想心底 留近 此 至少要见面 上 万 前 下 万能合九一伴随自己 目起痛处非 七岁几胆敢预言自己 草一手战机 但都一定年纪 经不起竞济起飞 放下志气 喜中大悲 万能合大热战成历史 仿佛一世纪 穿梭记赴云旧时梦想 星空中跌死 为了生活而放弃 要奋斗来应尽口里 世界是大人游戏 哪有自愈现谁更记 时光机留给你 回忆里谁带路 加时间给你再做 问你又会否寄望更多 傻瓜机留给你 谁欢笑谁愤怒 想当错语言无数 世界有太多变数 万能合作日热战成队友 统统引了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记得梦幻落远地址 消失于是他 一切尚无畏地 哈喽 各位在电播前等待的天使小宝贝们 这里是陪你度过一段浪漫时光的 VGODOWN专栏节目 每周我们会在这里为你送上 不同音乐人的音乐和一些小故事 也许这些小故事让你感同身受 也许让你回味良久 也许让你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里陪你想念 也陪你展望 如果节目内容你还喜欢的话 请动动小指头收藏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平台 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些欠缺 赶紧评论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建议和你喜欢的内容 我们会努力改进 力求让你爱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